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消息 天兔昨晚8点已经减容为强台风 今天早上5点 其中心位于香港东偏南约455公里的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 预计天兔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 在广东惠来到台山之间沿海地区登陆 正面袭击珠江三角洲地区 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 受其影响 今天到明天 越东珠江三角洲 越西市线先后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地区或者出现 特大暴雨 广东中南部市线风力将逐渐加大至8到10级 天兔中心经过附近市线将会有11到13级大风 同时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提醒广东福建相关单位 密切关注天兔的发展动向 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渔船务必就近近港避风 以近港渔船要有序停靠 并且做好毛固等工作 沿海各地要密切注意防御风暴潮 加强对沿海低洼地带 海滴水闸 渡口渡船 建筑工地和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的检查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台湾气象部门昨天继续针对台风天兔发布海上路上警报 暴风圈笼罩恒春半岛 台湾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陆地 持续给各地带来狂风暴雨 台风天兔威力惊人 位于台湾省南端平东县恒春半岛的墾丁首当其冲 我就是在这个墾丁山里聊聊去的路口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实体阵风啊连站都完全站不回来 街边的桌椅被吹得七零八落 广告板在墙风中被吹上天 为防止海水倒灌 很多居民家都早早防备 架设了挡水门 沙包墙 把家当搬到了楼上 不少到墾丁旅游的大陆游客也开始考虑搭车离开 那就没经历过了 我要去看一下车 看一下今天的车开不开 台湾气象部门指出 天兔台风扫过台湾南部海域时 台东和屏东 宜兰花莲都是暴风圈行进的范围内 同时这些地区也在台湾气象部门 发布的超大豪雨警报的范围之内 在台东 强风暴雨已经到来 当地一处山区还发生了泥石流 大片泥土顺坡垮塌 路面完全被淹 道路交通受阻 在花莲等地 昨天的降雨已破200毫米 花莲县政府下令将泥石流危险区域内的民众全部撤离 那个施工 施工